第一章和第二章 谈的都是原子 我们曾经提到说 像佛原子因为它们的静电未能表面 使得它在两枚震电会特别的强 它会去吸引电子进来 所以就造就成 当你两个佛原子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会互相吸引产生出化学界 所以当我们学到这样的情形 就可以开始来讨论说 下一个阶段 当两个原子或三个原子 更多原子聚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怎么形成化学界 第三章我把它简单分为大概三节 这三节第一个就是先谈化学界的特性 化学界的特性包括离子界的特性 和供价界的特性 金属界的特性 我们等到固体的时候再谈 然后三之二就是先谈 接下来就是谈供价界了 因为离子界不会太难 它只有库仁作用力 那供价界就比较复杂了 因为离子界既然是 它只有库仁作用力 所以我们说它们之间的互相的影响 当原子和原子吸引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是没有方向性的 所以所谓的化学界没有方向性 代表是说 当一个氯离子和钠离子 吸引在一起的时候 下一个氯离子或钠离子进来的时候 它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进来 当一个氯离子在这个地方 Cl负进来的时候 一定从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进来 下一个Cl负进来的时候 它也可以从这个方向 也可以从这个方向 也可以从这个方向进来 因为它们吸引力没有所谓的溅角 所以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进来 这个化学溅叫做没有方向性 不像我们在谈 如果今天我们在讲甲丸的话 如果大家在高中学过甲丸这个分子的话 它要形成Ch4 如果C在中间 假设H从这边开始吸引 产生出化学键 下一个H进来的时候 一定要以某种角度进来 这个H要能形成稳定的供价键 它不是从任何一个方向 它必须要遵守SP3混成轨域 就是109.5度 下一个H 一定要从这个地方进来 第四个H 也要从某个角度进来 这个叫做方向性的化学键 供价键有方向性 离子键没有方向性 所以当离子键 它要形成固体的时候 它一定以最密的方式 堆积在一起 所以离子键 基本上 它如果是以最密的方式堆积 所以最密方式 它可能是从 面心的堆积或是六方最密堆积 那样子最密的堆积方式 然后这时候它就形成一个很稳定的离子键 当你的离子化物 我们说类似陶瓷材料 它变成有某种方向的时候 这些离子键代表说 它有某种的供价键的形式 它必须要以某种方式来形成 那等到我们在谈这个固体的时候 我们在谈这个地方 但是纯的离子键 它所堆积出来的固体 是没有任何的方向性 它就是以最密的堆积把它堆出来 那所以离子键基本上是以库文作用力为主 所以待会我们会提到离子键的能量怎么算出来的 简单的介绍 供价键 那待会我们会提到它的一些键长 键角的一些问题 好 那再来这一章里面就开始要讨论这供价键的一些基本理论 第一个理论 当然就是古典理论 供价键的理论 就是谈的是路易斯结构 这路易斯结构 在高中你们大概学到一些理论 但是后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理论 你们可能不一定会碰到 那所以我们这次会谈得更深入 一开始就是谈基本的遵守八语体的路易斯结构 然后再谈是不遵守八语体的路易斯结构 一旦不遵守八语体以后 它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奇奇怪怪的几何组合 那你怎么去判断它的稳定性 所以这时候不但有所谓的共振结构 我们还要引进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形式电荷 formal charge 来判断说不同的共振结构里面 哪一种是最稳定的 所以这边有一些理论在里面 我们必须要深入探讨 那到三之三的时候呢 我把量子理论把它放在一起 因为课本一开始可能就已经把量子理论放进去了 那我先把它抽一掉 那避免大家觉得会比较困扰 因为量子理论基本上是比较繁琐 不会太难 但是呢要了解需要花一点时间 所以我把后面两个理论 量子理论应该叫valence bound theory 叫价建理论 另外一个是molecule orbit of theory 叫分子轨域理论 最后我们再来谈 先看一下化学键的一些特性 三之一这一节的学习目标 基本上一开始要先告诉大家 怎么样子画离子的路易斯结构 然后再告诉大家离子键的强度 离子键的化物和金格热之间的关系 那最后呢我们就要了解 共架键的特性 包括bound order bound length 还有bound dissociation energy 就是键能 它的减离能大小 那还有electron negativity 它的颠覆度 这颠覆度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怎么判断共架键 它的极性与否 好从化学键开始 我们先从共架键来看 共架键就是当两个原子 我们以氢原子来讲 距离很远的时候呢 它们能量呢 位能是在比较接近零的位置 那随着呢 它们慢慢靠近的时候呢 它们互相会开始 电子的密度呢 会开始有不均匀的分布 那这时候会有一些感应效应存在 最后呢 它们形成化学键 那这化学键就是所谓的共架键 H2 这个能量呢 我们叫做 bound dissociation energy 就是这两个最稳定的状态 所得到的位能 它们是在这一点 这个是最稳定的点 这个能量到零 这个之间的能量差别 叫做bound dissociation energy 它的标示叫做低零 这低零呢 代表说 当我这个H2 这个分子呢 拿到这个能量的时候呢 它就会从最低的能量状态 所以这个叫做低零的值 当你在低零的时候呢 原来是在这么稳定的状态里面 它就会跑到无限远 它们两个分开来 OK 所以呢叫断键 键能 OK 那这个键能呢 大小就代表说 这个化学键的稳定度是多少 那对H2来讲 它是很稳定 它可以下降到432千焦2 OK 好 这个所在的位置 如果下一个 我们看它们之间的距离 这之间的距离代表就是 原子和之间的距离 OK 那这边的距离呢 就是化学键的长度 那叫做equilibrium bound length 那对于分子来讲的话 它们之间距离 两个氢原子之间距离 一共是74 picometer OK 好 所以这个是形成化学键 任何两个原子 靠在一起的时候 都会有吸引力 这吸引力只是强弱而已 对于氦原子来讲 两个氦原子靠在一起 它们也会有吸引力 蓝色这条线就是 它们的吸引力 最近 靠在最近 它们的能量 最稳定的状态 只有0.09千焦2 permore 这样的吸引力 在化学家眼里 不算化学键 它们两个吸引力 必须要大于 40千焦2以上 才叫做化学键 OK 小于它的话 我们只能说 可能是 凡德瓦重用力 可能是偶极锯 可能是其他的作用力 OK 那些能量都不足以 大于40千焦2的时候 我们都说它是 分子和分子之间吸引力 它们并没有 大到足以让它们两个之间 形成一个稳定的化物 所以 氦必须要低到 0度 大概是5度K左右 或者2度K左右 它们才会变成固体 合在一起 OK 好 化学键的种类 基本上有分为三种 离子键 共架键 和金属键 我们现在要谈的只有两个 一个是离子键 和一个共架键 离子键基本上 就是酷仁作用力 一个是阳离子 一个是阴离子 正一架和负一架 之间吸引力 那这边呢 也是一个阳离子 和阴离子之间 那离子键的形成 蛮容易的 因为我们就直接 借用八语体 这八语体呢 基本上 只要呢 不符合八语体 你就会发现 它的静电位能表面 就有一些 正电荷集中的地方 一些是负电荷 红色就是负电荷集中的地方 正电荷集中 就会吸引 其他原子上面的电子 把它拉进来 一旦拉进来以后 它们形成一个八语体 架成核是一个 八个电子的时候 它们就变得很稳定 不稳定的状态 那就是所谓的八语体 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情形 那举个例子 像氦氢这个东西呢 它们其实呢 只要需要一个电子进来 所以它外围只有两个电子 那就叫做二语体 像离皮 它丢掉电子以后呢 它也进入到氦的状态 这也是二语体 所以八语体上面呢 其实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二语体 在第一周期和第二周期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请大家要注意一下 阳离子叫Cat-Ion 阴离子叫An-Ion 这是英文单字 那这个地方呢 在这张里面会常看到这两个离子 一个叫Cat-Ion 叫阳离子 另外一个叫An-Ion 是英离子 那通常非金属容易形成An-Ion 金属容易形成Cat-Ion 它们都尽量符合八语体或是二语体 举个例子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八语体二语体呢 它的路易斯结构把它画出来 阳离子基本上呢 我们只是看价层壳 这价层壳里面呢 它有六个电子 所以呢我们画这个路易斯结构 因为呢它的价层壳是2s两个电子 2p上面有四个电子 所以对于氧来讲的话 这两个电子就放在某一边 2p这两个电子放在另外一边 剩下这两个电子就以这个为主 OK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 在高中你们学过 这个就是估电子对 Long Pair 对于碳原子来看的话 碳原子照理说你应该也画成像这样的情形 它的基态是像这样子 所以碳原子的基态呢 通常它是2s有两个 碳原子来看的话2s两个 2p也是两个 所以理论上你应该画的时候是这样子 但是呢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个电子把它提升上去 OK 所以理由跟刚才我们讲的像类似mg2s一样 我只要提升能量上去以后呢 我会得到更多的化学键 它的能量就变更稳定 我先把自己本身能量提升上去 像mg正提升到mg2正 我需要能量 o负提升到o2负 需要能量 但是mg2增加o负的升 我两个合在一起 能量会整个下降下去 得到更稳定的状态 同样的情形碳也是一样 原来是这个基态 两个电子在这个地方 一个电子 一个电子 我要把它提升上去 提升上去 对碳原子来讲是 能量提升了 变了比较高能量 但是我所产生出来的化学键呢 变成四个化学键 跟原来的碳原子呢 只有 它只能产生出一个 两个化学键 这样稳定差很多 所以化学键越多的话 基本上它整个能量就下降 所以大部分碳原子 一定是用这样的状态 在化路易式结构 一定要把电子提升上去 所以我们看到的 大部分的周期表的原子结构呢 除了碳原子 它必须要把它的提升上去 P也是一样 我原来两个sObit 在这个地方 我要把它提升到 一个在2P上面 都是为了增加化学键 使得新的化物比较稳定 好,我们谈了碳原子 它必须要提升 2s的电子到2P上面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出更多的化学键 使得它整个 新的分子就比较稳定 所以呢 我们就形成了这样子的情形 所有的周期表上面 元素 组组组的元素呢 它的路易式结构 路易式点呢 是这样画的 那这点呢 基本上呢 都会尽量想要符合 一个是八语体 一个是二语体 那像氢 它会想要进入到二语体的状态 它要多一个电子 那所以呢 它会跟其他的原子呢 合在一起 形成新的化物 那最常看到的情形 就像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利用呢 八语体的理论来解释离子件 那这离子件呢 旁边 这个是离原子 另外一边是佛原子 那离原子这个电子呢 会被丢掉 丢掉以后呢 它就进入到二语体的状态 那佛原子呢 就进入到八语体的状态 所以当你这个丢掉以后呢 它价格 价程格上面没有电子 所以整个化学反应 就变成像这样的情形 原来离旁边有一个电子 那再加上佛 它本身呢 只有七个电子 所以化学反应以后呢 就变成是这样 所以化学件 离子件的路易式结构呢 基本上都是符合八语体 或者是符合二语体 所以对于离来讲的话 离是阳离子 外层壳呢 架程格没有任何电子 所以你就把它空下来 然后用中瓜弧 旁边写一个正电荷 另外一边呢 因离子 如果这边是用CF F呢 架程格有八个电子 八语体 所以你要画八个电子在上面 它符合八语体 然后在中瓜弧 这边就带正一电荷 ok 哦 负一电荷 对不起 好 所以呢 这就是离子件的 路易式结构的画法 那还有其他的呢 像Cl2 那你现在有三个原子 那三个原子呢 中间呢 就画一个Cl2正 是空的 那旁边呢 两个Cl负 是八个电子 然后再加上负电荷 ok 所以呢 这是整个路易式结构 那刚才有一个同学在问 一个是游离能 一个是电子氢和力 那一个能量提升 一个能量下降 那照理说 它们是会产生出 比较稳定的状态 那事实上不一定 ok 我们现在就来看NaCl NaCl呢 那形成NaCl正 ok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是Na 它是钠离子 钠原子 一个是Cl负 那这是原来 我们都把它写成是气体 因为它都是单一气体 单一原子 好 那呢 基本上是失去一个电子 Na正gas加上E负 另外一边呢 是加一个电子进来 电子氢和力 变成Cl负 gas ok 这边的Delta1 是大于0 这边的Delta1 是小于0 ok 它能量会下降下去 因为它比较喜欢电子 那同学在问说 为什么高中的时候呢 一开始我们会把这两个人 能量提升上去 所以在做离子化物 我们会说 一开始状态它这边是NaG 再变ClG 然后提升上去 这边变成是Na正G 加上Cl负G ok 那从上面来看 第一个Na正呢 它游离掉的话 需要是494千交耳 ok 然后清合力呢 能量下降呢 是-394 所以这地方呢 基本上 一个需要的能量是正 这边是正 这边是正 4-9-4 单位是千交耳 另外一边是扣掉3-49 所以两个相加 因为游离的能量需要很高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状态加在一起 能量还是提升上去 这边上去呢 需要的能量 变成是需要正的145千交耳 所以事实上这是比较不稳定的状态 那你什么时候它才会进入到比较稳定的状态 就是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像这样子写的话 是两个离子是分开的 当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 像这个地方 Na正G加Cl负 变成NaCl正 所以下一个反应是Na正G加上Cl负G 产生出来的是NaCl solid 所以这个能量有一个特殊的能量 因为它是从一颗离子 就是在真空状态离子状态 一颗一颗离子状态 两个合在一起 然后直接进入到固理状态 这个叫金格勒 或是说金格含 好 这个金格含它牵扯到的最后的被 后面的重要的含义就是指这个离子键的高低 因为我们把它合在一起 它就变成形成离子键 离子键 不只是离子键 它还把它堆积成金属 所以这个能量下降非常多 所以最重要的能量稳定度 是全部来自于库仁作用力 它库仁作用力是-787000G per m 所以这个能量呢 从当你把它合在一起以后呢 整个能量降到非常低 从这个地方降到下面 这边降了-787000G 所以从这个地方上去 145-187000G 所以这两个之间的状态 这边的中间状态 从Na gas加上Cl gas 进入到下面这个状态是NaCl solid 能量整个下降的-642 这个地方是-642千焦盆墨 所以一开始这边能量上去 包括游离能 包括电子氢和力 虽然电子氢和力能量是要下降的 但是两个相加在一起 还是能量要提升上去 因为游离能所需要的能量太高了 接下来到了这个状态以后呢 这两个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就产生出 这个稳定的固体出来 所以它这时候所产生出来 稳定的能量有多少 稳定-787 整个下降拉到最后 所以它跟原子状态之间 差到-642 这个金格勒 它的原字 当然是从库文作用力 库文作用力怎么算出来的 一开始大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 如果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去查它的周期表 我们可以查出来两个数值 一个是Na正它的离子半径 另外一个是Cl-的离子半径 这两个加在一起 这边之间的距离 这个D就等于是R的Na正 加上R的Cl- 这两个离子半径把它加在一起 那你直接算它库文作用力 那你直接算它库文作用力 好像是正1加正1 正1 电子乘以-1 除以4pi ε0 再乘以它的D 这是这两个之间的 两个离子之间的作用力 这只能说一对的这个离子 就是一个Na正氧离子 一个Cl-的氧离子 两个之间的吸引力 只有这个一个单一的离子件 但是当你变堆积的时候 你就要把一个一个算出来 它的堆积方式可以经由数学的方式 这是两个之间的作用力 这个作用力 一开始有库文作用力到这个地方来 但是不要忘记 当你靠近很近的时候 它电子和电子之间会有排斥力 原子和原子也会有排斥力 所以它还有一个能量 如果看课本的话 它有一个能量是上升的排斥力 两个互相抵消掉 它会产生出一个最稳定的能量 那基本上我刚才说的 一个Na离子是102 所以你可以去查 氯离子是181 把它加在一起就是这个值了 所以这边是102 那离子是102 picometer 加上181 所以你得到的应该是283 picometer 可以带到这边上面来 但这个值够是你趋势 但它整个堆积上面 你还要考虑到 我们刚才算是这两个之间的作用力 当你有1more个NaCl的时候 就有1more个Na正离子 1more个Cl负离子 它们依照面芯的几何把它排出来 所以你要经过它的结构 几何结构 一个一个算 好像极数一样 一个一个把它算出来 然后3D空间 一个一个一个把它算出来 算出来的结果 我们就得到这个公式 OK 我们就跳过去就好了 有兴趣的可以去数学系玩一些这个游戏 OK 好 第一个 Z1Z2代表是一个是阳离子的电荷 一个是阴离子的电荷 OK 好 Na代表是亚佛加绝常数 6乘以十二三次方 1代表是电子的库仑数 所以是库仑数的平方 除以4πε0 ε0 基本上就是真空间电常数 D代表是阳离子的半径加阴离子的半径 前面乘以一个叫做马德隆常数 OK 你们去看材料力学 就是简介材料学的时候 只要是金属 一定有一个叫马德隆常数 马德隆常数 基本上跟它的晶体结构排列的情形有关系 还有跟它的电荷有关系 所以呢 NaCl 跟CSSCl结构是差不多 都是面芯最密堆积 所以大概都1.7多 那CF2和TIO2 它的结构不一样 它的马德隆常数就不一样 OK 所以整个金格勒的计算方式 就是用这个 马德隆常数乘以阳离子的电荷 因离子的电荷 再乘以亚佛加绝常数 再乘以电子的库仑数的平方 再处于4πε0 再处于它们之间的距离 OK 重点 在我们学化学 普化的时候 重点在这两个值 只要你要比离子晶体 它的离子键的能量长高低呢 就只要比它的电荷数 和它们两个之间距离就好 通常我们就假设它的金格排列是差不多 不会差太多 OK 好 我们就做下一题 试试看 好 两个 一个是NaCl 2 Ion Solid 就是离子晶 固体 一个是NaCl 一个是KCl 它们结晶 它们结晶的时候 它们所呈现的晶体结构是一样的 OK 接下来呢 就是 就是 请问 哪一个 库仁作用力比较强 OK 所以这个 这个题目不会太难 就是 基本上就是 当它们变成晶体结构的时候 谁的离子键比较强 那因为Cl- 两边都是Cl- 所以你只要看Na症和K症 那K症的主量指数大于Na症 所以它半径呢 比较大 半径一旦比较大 它们之间距离就比较远 所以呢 基本上它的库仁作用力就比较小 它的离子键就比较弱 所以离子键来看的话 NaCl就大于KCl OK 所以这不会太难 下一个 请你比较一下 它们Latest Energy的大小 OK 所以从这地方来看的话 我们就要用这个表格来看 那我们把它列在一起 大家也可以先直接用直觉方式来看 好 总共有四个 一个是LiCl 一个是NaCl 再来是CaCl2 再来是L2 O3 好 请问哪一个离子键最强 哪一个金格力最强 没错 这个是正3 乘以-2 通常有一个现象 你先不要比掉半径 电荷是最重要的 你可以发现 半径再怎么比 通常不会超过三倍以上 你把它加在一起 很少超过三倍以上 那铝的话 一下子就从正1到正3 所以这两个相乘在一起 就已经是-6 电荷已经是6 OK 请问谁是第二 第二强 这边是正2 乘以-1 所以绝对值 它比较两倍大 OK 所以呢 这是最强 如果排行榜的话 这边是第一名 第二名 那这边呢是正1 乘以-1 所以两边是Cl 我只要比较它的半径 那半径的话 这个比较小 所以呢 第三名是这个 再第四名 所以最后两名 只是比半径 就可以知道了 这两个之间 是主量指数的关系 那这下面都是用电荷 就一下子比出来 好 我们看下一个 离子固体的特性 基本上它的 因为呢 库文作用力很强 那再加上呢 它的电荷 只要电荷 增加 从氧化素 从正1到正3 它的作用力 就增加三倍 那不但增加了电荷 而且它半径 也会变很小 OK 像铝 它半径超小的 那所以呢 大部分在陶瓷材料上面 都是 它们之间 化学界界都是离子界 那最常看到就是 你看到陶瓷材料就是你的骨骼 OK 你的骨骼呢 基本上是 CAPO4 OK 这个是正2降 这个是负3降 所以它就变成是 C3PO4 2 OK 所以这个作用力很强 离子线 所以呢 你只要 钙离子 摄取得够 你的骨骼就很强壮 你的钙离子如果流失的话 你的骨骼就开始松散 很容易断掉 好 这是离子固体的特性 Strong Bound 第二个特性 离子件呢 很容易 翠裂 翠裂的原因就是在像这个地方 本来大家都是最紧密的堆积 因为没有方向性 我堆积得非常的整齐 我只要外面有点冲击 像这个本来是钠离子 这边是氯离子 这边是氯离子 它只要一点点位移的时候呢 这边的下面原来在上面的这个氯离子 移到下面来 这时候氯和氯碰在一起 这时候从原来的吸引力变成是排斥力 所以这个地方就开始裂掉 所以离子化物晶体呢 它不像其他的金属 它有延展性 它没有任何延展性 它是翠裂 很容易 因为外面的用 就是外面的冲击 就使得这个材料呢 就翠裂掉 OK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 供价界 供价界呢 那我们利用DUET DUET基本上就是二语体 所以呢 其实你要把氢原子呢 变成类似氦原子的状态 所以当你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 两个氢原子合在一起 这个电子呢 是共享的 这共享呢 就是如果 两个之间的供价界上面的电子呢 就分享给这个原子 它也分享给另外一个原子 那原子来看的话 单独来看它就是两个电子 符合氦原子 OK 那同样的情形 对于八语体 像佛原子来讲的话 它就很容易想要进入到 乃原子的状态 那所以呢 基本上 这边本来是七个电子 有一个电子呢 它是 有一个方向的电子 只有一颗 当你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就变成八个电子在旁边 是符合八语体 好 符合八语体结构呢 不一定呢 它们两个之间只有两个电子 有时候呢 像这个 CO2 OK COH2 那这个碳酸本身呢 就会发现说 虽然它符合八语体 但是这两个之间呢 会有四个电子 OK 它还是符合八语体 像这个呢 它也是符合八语体 在这两个之间呢 是六个电子 当然你超过两个电子以上 我们说它的键数 就可能是 从单键变成双键 它的计算方式 所谓键的数目 在英文上面叫做Bound order OK Bound order呢 基本上就是 两个原子之间的电子数 除以2 像这个原子数呢 它有四个电子 CO之间有四个电子 除以2 所以它是有双键 这个呢 CH之间只有两个电子 所以除以2 它是单键 像这个地方呢 它有六个电子 除以2 它就变成三键 这个三个键怎么排 那就是等到我们在讲 架键理论的时候 它们有所谓的 sigma的对称形式 有π对称形式 那就慢慢的呢 建构出整个 化学键上面 电子云的排列方式 但是现阶段 我们还是用路易斯结构来看 常看到的键长 当你们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这个键长 是我们在表格上面 所看到的 这边要先看到就是 键数越多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们看这个地方 这边有六个电子 六个电子 旁边呢 都是正电荷 原子核本来就是正电荷 所以电子越多 负电荷越集中 它就会把两个正电荷 拉得更近 所以呢 键数越高 它的键长就越近 最常看到就是碳碳单件 是154pm 然后碳碳双件 是133pm 然后碳碳三件 是120pm 课本上面呢 有这个表格上面 有分两个颜色 红色的代表说 在整个自然界系统里面 只有一种情形 像H2 它就只有一种情形 所以这个长度 就是跟它 实际的长度一模一样 H2 它就是 74pm 然后N2 它就110pm 但是呢 如果你看这个地方 这一行里面 都是黑色的 这个黑色代表 自然界中呢 有很多化物 都有这样的界界的情形 所以呢 这边的数字 基本上是一个平均 统计平均的数字 不是真实的 不是单一数据 这个就是真实的数据 所算出来的 OK 好 这些统计数字呢 你可以把它分析以后呢 就会得到 把它重新 用一个参考值 然后算出来 它每一个呢 在化学界上面的 一个平均半径是多少 那 这个界长跟 什么大小有关系 刚才我们说的 跟界数有关系 界数越多的话 界长就越短 另外一个就是 跟它的 原子半径有关系 原子半径 有关系 原子半径越大的话 它的工价件就越长 OK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佛绿秀点 它的 工价半径 随着原子序 越来越大 主量是数越大 它的半径就越来越大 另外一个表格叫做 covalent radii covalent radii covalent radii 基本上 它是从 供价 刚才我们看到 一大堆实验值 出来的 供价件的长度 然后去推算说 譬如我固定 氢原子 它是一个 某个半径是多少 接下来我就可以 推算出 碳原子的半径多少 所以这边的 所有的 供价件的半径 目的就是说 我要去预测出 任何两个CH之间 譬如带有机化物 CH的件长是多少 你只要把这两个半径加在一起 这个就是它的CH的件长 OK 这个是平均值 大概是那样子 那这时候有双件 双件就像是乙烯 乙烯是COO 它的件长是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这个表格的用法 可以去用来预测 像这样的结构 我们不需要直接去用实验 得到它的件长 通常件长的测量方式 待会我会显示出来 通常是用X-ray 测结晶结构 另外一个就是用微波 去驱动它旋转的能量 因为旋转的能量 需要TALK 那TALK就是它的整个长度多少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利用这个表格 可以说 这双件 这双件在哪里 从这地方来看 C C 双件的半径是66.7 所以呢 代表说 这个件长 这双件长的一半是66.7 Pm OK 好 所以呢 另外一半也是66.7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 CC这个建长就乘以2了 好 好 那再来呢 CH 这个件长怎么算 CH 建长呢 这个地方 一半 是H H的 共架件半径是多少 这边查出来是3.7 所以这边得到是3.7 那这边呢 是属于单件 单件的话 你就从这地方查 77.2 然后测出来 就是77.2 两个加在一起 就变成是4 11 4.2 所以 CH 建长就是等于11 4.2 Pm 所以 这个叫做 covalence radii 就是共架件的半径 它的表格 也是从整个统计分析出来的结果 然后把它算出来 它的半径大小是多少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说 F2 Cl2 Br2 I2 它的半径 应该是这边除以2 268除以2 大概是133 所以 大概差不多 因为它是一个平均统计值 不会差太多 Br2 228 所以 114乘以2 它就228 然后再来 这边Cl2 它的半径就是99乘以2 大概198 但是 F 它的半径特小 64 但是这边测出来是142 也就是平常 大部分的状态 F的控架件半径是很小 但是 F2 这个件 它的半径特别的长 特别长的原因是因为F本身旁边有一大堆的估电子对 如果我们画出来F2的话 这本来就很小了 这已经够小了 然后再加上这边估电子对在这边 这估电子对 因为估电子对太密集了 它们有估电子排斥效应 一旦有排斥效应 它们就开始挤开 所以它渐长变长 待会我们就会看它的件能 件能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所以使得F之间的件能 本来应该半径很小 它的件能很强 但是因为有固电子排斥效应 它的件能反而变弱 OK 待会我们看件能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个情形 下一个 这是件长的测量方式 所以测量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用X-ray diffraction 去算出这些化合物结晶的结构 然后你来看出来说它的件 它整个分子长度多少 然后去算它长度是多少 另外一个就是Microwave Spectroscopy 用微波的方式 因为微波在气状态 它所需要的能量 刚好是它整个分子旋转的能量 微波刚好是让这分子旋转 一旦有旋转 它就有一个旋转矩 这旋转矩就可以测量出来说 这个分子长度是多少 OK 那通常我们常用的方法在估算的话 就是Bound Length 就等于是所有的共架件半径把它加在一起 它的长度是多少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能量 件能 件能 基本上跟它们之间的长度很有关系 那也跟它的半径有关系 所以基本上我们上次说过 40千焦以上 我们才称为化学件 比它还小 我们就把它视为是分子之间作用力 像凡德瓦作用力 比较弱的作用力 或是偶极矩的作用力 那就是极性分子之间作用力 第一个 件能一定是跟件数有关系 跟刚才我们讲 件数越高的话 如果是三个件的话 它的件长就越短 越短代表说电子和原子核之间细腻就很强 很强的话它能量就变提高 像你举个例子像N2O2F2 一个是单件 双件 三件 你可以看到三件的能量到达 932左右 然后再来是O2是484 然后所以呢 件数越高 它的件能就越强 这是 没有办法 Forsure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 我们也可以看到碳碳原子 所以呢 刚才讲的是O2和N2还有F2 那在碳碳里面 单件它的件是348 C 这个地方呢 是612 这边有一条线 然后在虚点 这代表是本环上面 本环的结构呢 基本上呢 是1.5件 我们通常把它算成是1.5件 虽然它是一个单件 如果你画路易式结构的话 通常我们会画成像这样的情形 但是呢 这个 多的π件 事实上是整个 均匀分布在整个6个碳环里面 所以画成是这样 所以呢 它属于1.5件 1.5件呢 就会借在单件和双件之间 所以它能量借于348和612之间 OK 好 再来是双件 那三件 三件的话就是8372 它就是最强的能量 OK 好 第一个是πω的越大 它的件能就越大 下一个 跟它atomic radii有关系 跟它原子半径有关系 原子半径越小的话 基本上它们之间跟电子之间吸引力就变越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HF 它们见仁很高 那在HCl 在HBr 再是HR OK 所以呢 随着主量指数越大的话 它跟氫之间的化学件就越来越弱 另外一个 同样的情形 这些都是氫化合物 CH 这个是C12 再来是318 289 253 到氫是 这个是氫 是205 OK 所以随着半径越来越大的话 它的化学件就会越来越弱 OK 因为它电子 化学件上面的电子 跟它真正的原子核之间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好 这是课后的一个题目 请问下面哪一个化学物的稳定度是最糟糕的 最不稳定 随着原子序越来越大 也就主量指数越来越大 它们之间的件就会越来越弱 OK 越来越弱呢 基本上就会产生出来 它那个件很容易断掉 那这样断掉的话 它就其实是一个不稳定的化学物 所以 这里面主量指数最大是哪一个 千 OK 所以PbH4 虽然它可以合成出来 但是它很容易爆炸 很容易就断裂掉 一旦断裂掉它就变成气体了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不稳定很危险的化学物 PbH4 OK 所以你可以去查一下Wiki PbH4 是非常不稳定的结构 是因为它的Pb 和H之间的件太弱了 跟Ch4 差很多 你可以看到Ch4 基本上它件的能量是412 这边一半不到 OK 那又加上Pb本身很大一颗 所以它之间的吸引力就下降很多 好 下一个 最后要谈到的化学件有固定子排斥的效应 那就是分 发生在佛原子上面 OK 如果我们把这个鲁数族元素呢 看它们的单件的趋势 照理说 半径越大 它们之间的吸引力 化学件就越来越弱 所以呢 F2的化学件应该最强 OK 可是呢 你可以看到 I 它是148 再来呢 Br是190 再来是240 照理说 F2呢 应该它的化学件 要到快300 左右 可是它 它的键能反而下降到154 问题就出在于我刚才说的 因为它固定子对排斥效应太严重了 所以呢 使得它们之间的键长变长了 那它们之间吸引力就下降了 所以呢 它们之间键能也跟着下降下去 所以是154.4 所以这个是一个特殊的状态 对F2来讲 OK 好 再来有没有问题 这化学件的键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谈 这化学件上面呢 不是所有的化学件都是 共架件或离子件 它也有所谓的 极性共架件 这极性共架件 极性共架件 像这个图形 它是氢原子 所以它静电位能表面几乎是同一个值 它就是完全稳定的共架件 所以电子在这个地方呢 是两个共架 OK 像这个地方呢 Cl 它的基本上呢 就是电子全部摆在某一个方向 所以呢 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图形的话 如果说Lewis structure的话 H 电子放在这个地方 两个是互相共享 那 Na呢 这个结构它没有电子 Cl 是八个电子 全部归我所有 它不可以 Na本身呢 拿不到任何电子 所以呢 我们说它的氧化数 这边是正1 这边是负1 这边是负1 但中间还有很多像H Cl OK 这边1 2 3 4 5 6 这边的电子呢 并不是共享 有一部分拉到Cl负上面去 所以呢 会造成这个电子呢 本身带个部分电荷 负的电荷 这边会带部分的正电荷 所以呢 在物理学上面 我们称为 这个叫做电偶极矩 电偶极矩 最常使用的方向 事实上是在化学里面 用来谈极性分子 它的方向呢 就是 如果你像HCl的话 像这个地方 如果这边是Cl 它带的是部分电荷 是-Q 这-Q 没有到它-1那么大 可能是算起来 用量子力学算起来 可能是-0.8 或-0.7 的电子电荷 这边呢 就会变成是 正0.7 或正0.8 一旦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呢 它就有一个偶极矩 这个偶极矩呢 一定从负的方向 定义从负的方向 指向正的方向 它的数值大小 就是这个Q 这个值 乘以它的 两个之间的距离 OK 好 所以呢 这是基本上偶极矩 偶极矩一旦出来之后呢 你就知道 这个化学件本身 也没有极性 它的电子分布的均匀情形 所以呢 很多情形是 化学件上面是有极性的 那极性大小是多少 那 化学家 其实没办法直接算出来 就是到底拉电子 这电子到底趋势是多少 在早期的时候呢 只能用预估的 那 linear 保零呢 基本上呢 它就创出一个叫做 电幅度的一个表格出来 那个表格是一个趋势 那 后来真的要算出 这个Q多少 大部分还是用量子力学器计算 OK 好 Pollin Covalent Bound 所以我们现在 接下来要谈到的是 极性的工价件 刚才谈到的是工价件的 件长件 那极性工价件呢 通常是用 所谓的 电幅度 电幅度的英文叫 Electron Negativity 这个电幅度 这个电幅度 一样是在测量拉电子的趋势 之前我们有学过一个拉电子趋势 叫做EA Electron Affinity 叫做电子氢和力 这个是有能量 可以直接算出来 它的式子就是说 一个XG 加上一个E負 所以产生出来 X-G 所以它是针对原子拉电子的能量 OK 这个可以经由量子力学器计算出来 Electron Negativity 是指说 在化学件上面 每个原子拉电子的趋势 跟这个不一样 OK 那所以呢 保龄呢 它所定义出来的 电幅度 是这样计算的 它把AB的解离人 这是AB解离人 减掉1A的解离人 再减掉BB的解离人 OK 两个相 把这个值算出来以后 开根号 直接开根号 就是说 这两个电幅度之间的差别 乘以0.102 是目的在哪里 因为我们算解离人 在化学里面 这边解离人通常是千交二 你data算出来的单位 如果你去查表 解离人的单位 都是千交二 permore 然后我们要算两个 开A 减掉开B 这两个AB之间的 电幅度的差别 通常就等于是 最简单就是 开根号乘以delta 开根号乘以delta 事实上是千交二permore 再乘以0.102 OK 这边乘以0.102 把单位换算成 electron volt 所以 电幅度表上面的单位 是电子伏特 OK 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电子伏特 两个原子之间的 电幅度差别 是指电子伏特 所以 0.102 就是把千交二 变成是电子伏特 大部分我们看到的 电幅度表 都是用Linus Pauline的表 这样算出来的 当然 后来 美国化学家 Mannikin 他也用了 另外一个表格 这表格就是 直接把电幅度 他的电幅度 是绝对值 就把 他的电子轻合力 加上 游零能 低游零能 两个3加除以2 这除以2 他还是用电幅度 他的所得到的表格 跟Linus Pauline 他的表格 会有点差别 所以 如果你两个表格 要把它对在一起 你要把它平移掉 Linus Pauline 他因为 得到的都是 两个相差值 所以 你必须要有一个参考值 他的参考值 定义成为 H的电幅度 KiH的决定值 是等于2.1 以这个值为 OK 算出来的结果 就是像下面这个表格 从2.1开始 最高值 佛原子是4.0 OK 好 这表格一旦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 开始两个相减 两个相减 只要是大于2.0 我们称为 我们就 就开始认为 它是离子键 OK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出 这个键到底是离子键 供价键 或是极性供价键 OK OK 好 这边是我们要问的 Curl的一个题目 3.13 第一个 请你帮忙判断说 下面哪一个是离子键 哪一个是供价键 OK 好 第一个 这是什么键 这其实都不用看了 因为两个原子都一模一样 所以它的电幅度不会差太多 CC棒一定是供价键 因为两边都是碳原子 KI棒 供价的离子 好 K 0.8 I 2.5 两个相减 1.7 所以它是极性供价键 要把它写成 我把它写在这个地方来 供价键 还是极性供价键 要想清楚 要想清楚 之前供价键就错了 N和B 两个之间 N3.0 B2.0 两个之间差1.0 所以它也是一样 Colar 因为这两个之间 这个是3.0 这个是2.0 两个相减是1 那这个KI 我们刚才如果查的话 K本身是0.8 一个是2.5 所以这边是0.8 是2.5 所以差不到2.0 所以是Polar Covalent Bound CF 一样它也是极性供价键 请问这个分子 是极性分子 没错 它是非极性 因为它整个对称出来 CF4 CF C本身是2.5 这边是2.5 这个是F4.0 所以两个相差1.5 所以它也是一样 Polar Covalent Bound 下一个 这也是模型小考里面的题目 请问下面哪一个键 它拥有最强的离子性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共架键里面 谁的极性最强 OK 请问谁的极性最强 对啊 就是它的键 只指它的键 OK 不是整个分子 所以离子特性 就指它的化学键 Si和O之间差多少 1.7 P和O 0.1.4 OK 比较小嘛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大 CO 1 PCL 0.9 NO 所以最大是SiO 它的键 极性最强 那我们就把上一节最后的三题 模型小考题目 大家常见的 然后会困 有一些问题 那我把它拿出来解释一下 OK 好 第一个 这是电脑模拟的 Which of the bounding species has a bound with the most ionic character OK 哪一个化学键或是共架键 这边讲的应该是说它的这些化物里面的化学键里面 那它的 其实是大部分你可以看到它都是非金属的化物 所以呢它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我们直觉就是它是共架键 所以它才会问说这些共架键里面呢 谁的离子特性特别强 其意义就是说它的共架键的极性特别强 好 如果是极性特别强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开始比较它们两个原子之间的它的电脱度的差别 OK 好 所以SiO2 Si呢如果从这个电脱度表来看的话 Si呢是很靠近这边的 Si是1.8 氧呢是3.5 所以呢SiO之间的差别就是3.5-1.8 它们的之间的delta chi就等于是3.5-1.8 所以是1.7 第二个呢是0和氧 OK delta chi就等于是0呢如果去查表它是2.1 氧的话3.5 所以两个相减的话 1.4 下一个CO2 所以呢C和O之间的键 它的delta chi 6.4 3.5 减掉 OK 碳的话是2.5 所以呢你们两个之间相减 那最下面呢PCL和NO PCL 好 CL是3.0 那P的话是2.1 如果两个相减的话3.0减掉2.1 就等于0.9 那最后呢是NO 那NO两个太靠近了所以这一定很小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应该是3.5-3.0 所以是0.5 所以答案应该是这个 它的急性最强最接近于它的离子 它的供价件里面的离子特性特别强 那通常在考卷大部分都不会给你颠覆度表 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周期 周期表 所以呢基本上你就以你们所知道的颠覆度呢最强的就是在 右边的上面这个角落是弗原子 那左边下面呢基本上是最小的 所以呢你们用这样的趋势去比较 然后只要是同一周期的话 原子气越大它的颠覆度就越大 那如果是在同一族的话 那往下的话它的颠覆度就越小 ok 所以以这样子的趋势去比较 那颠覆度表不需要费 大概知道它的趋势就好了 好下一个 which of compound has the bound with the most covalent character ok 好请问这两个之间 谁的bound它有最强的covalent character 所以这个题目呢在电脑模拟小考里面呢 这是第三章 这次没有考到 这礼拜天之前是要考完网络小考 那上去考的人不多 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早一点上去 ok 不要等到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天晚上有时候我休息 就没办法答复你们的问题了 ok 好这个跟刚才刚好相反 这个呢基本上是一个是金属 一个是非金属 所以呢是以颜类 所以呢直觉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键都是离子键 所以他问说 请问这些离子键里面呢 谁的供价键性特别的强 ok 刚才供价键里面的离子性特别强 那没有什么话好说 它就是指的是极性 就是它的中间的电子呢被拉偏到某一个原子上面 越拉越往某个原子上面去呢 它电幅度越大的话 那它的离子性就特别强 所以就代表是供价键的极性特别强 这个的话是供价键 这是离子键 离子键呢指的说原子本来就 假设它完全放在因离子上面 那现在呢它被拉到中间来 变成很像就是所谓的供价键 所以呢其实这个意义就是说 它们两个之间的电幅度呢 如果相差特别小的话 那原来呢应该是大于2.0 那你可能靠近2.0或比2.0小 那这时候它工价键的特性就越来越强了 所以一样这种题目 我们就直接比较它的极的差别 那一开始我们就先比较mg之间 mgs ok 那它的delta极呢 就指的是mg是1.2 那s呢是2.5 所以两个相减2.5减1.2 所以呢是1.3 下一个是mg ok deltaki呢就等于是 o呢大概是3.5左右 所以是3.5减掉1.2 所以是这个地方就变2.3 ok 所以这已经大于2.0 所以它极性很强了 它是离子性特别强 那在lio lio deltaki 就等于4 那离呢是1.0 那氧呢是3.5 所以3.5减1.0 所以是2.5 那再下一个呢是cao 那ca呢本身呢 那ca呢本身呢应该是在从表上面看到的是1.0 所以呢一样deltaki 等于3.5减掉1.0 一样2.5 所以这些呢都是离子性 离子件蛮强的 所以呢 ca s deltaki呢就变成是s呢大概是3.0左右 減掉ca1.0 所以2.0 所以最弱的 電幅度差最少就是mgs 所以最后一个我写错了 好2.5 所以应该是1.5 所以看起来 这已经有也有供价件特性了 但是呢上面的更明显 mgs是最大的 所以呢答案是mgs 好有没有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在问说 好这些呢也是岩内的 请问呢 which of the following has the highest latest energy 请问下面所有的 岩内的晶体里面 谁的金格勒最大 ok 好 请问这岩内的金格勒最大 是不是 就指的是离子件的强弱 是不是 好离子件的强弱的话 你怎么样判断它大小 那旁边是电幅度表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电幅度表去比较吗 这个是我要澄清的一点 我不知道高中化学是怎么讲的 但是呢 电幅度表它的差别 就是件上面电幅度的差别 不代表件的强弱 我们从头到尾再讲说 电幅度表它只能跟电子清合力有关系 但是电子清合力指的是单一个原子去抢电子的趋势 这个能量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但是电幅度表呢 事实上是一个理论值 它指的是说 这个化学件上面 这个化学件上面 两边的原子 谁抢电子的趋势比较强 ok 只能说这个件上面的电子呢 趋向于哪一个电幅度比较大的地方 所以它只是告诉你说这个件上面呢 两颗电子到底是靠近 比较靠近A原子 还是比较靠近B原子 当你在讲件强弱的时候 如果大家还记得 工价件 离子件 其实都有很强的 它的强弱呢 纯的工价件 可以强到像Si 或是Diamond 或是钻石 那离子件也可以很强 ok 所以这强弱 其实不是从电幅度的差异来看 电幅度的差异只是告诉你说 这个件的特性 到底是偏强于工价件还是离子件 绝对不要用电幅度的差异 去比较它的工价件的强弱 或是离子件的强弱 我们只能说它离子件 是不是很接近于工价件 或工价件是不是很接近于离子件 我们只能说这样子 它真正的能量的高低大小 不是从电幅度表来得到的 ok 所以刚才那位同学一开始 就走对的方向 但是后来又想到有一个电幅度表在旁边参考 事实上是不需要参考电幅度表 一旦看到离子件强弱 第一个我们就回复到 刚才上次我们所说的一个 倔子引单的库仁作用力 那库仁作用力呢 基本上就比较这个两个离子之间的 电荷的差异大小 再比较它的原子半径 当然如果两个呢 正电荷和负电荷 也就是阳离子的电荷 乘以负电荷的电荷呢 差很多的时候呢 那就不用比了 就直接比它们两个相成绩 如果两个相成绩一样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比较它的原子半径 或是它的离子的半径之间差别多少 ok 好所以这一题呢 我们就可以把电幅度表摆在一边 不用管它 直接看它们之间的库仁作用力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直接看它们的库仁作用力 第一个是BAO BA是减土足 那基本上它是带正二价 那欧呢是负二价 所以它它事实上呢 Q1乘以Q2 是等于正二乘以负二 所以它是等于负四 好下一个 所以我们先比较电荷 等到有相同电荷的时候呢 那绝对值最大 然后我们再比较其他的 BAO 它们两个相成呢 Q1乘以Q2 一样是负四 下一个NACL NACL 所以是它是正一乘以负一 所以呢 基本上是负一 下一个KI 等于正一乘以负一 也是负一 然后再CAO CAO 所以是正二乘以负二等于负四 所以最大的值就是三个 CAO 然后MGO BAO OK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比较它的离子半径 好 基本上离子半径呢 最小的应该是 从周期表来看的话 阳离子半径最小是MGO OK 那因离子半径最小的是O OK 所以这个O 也在这边 所以最小的值应该是以这个为主 CAO呢 基本上 因为所有的因离子半径都是一样 都是氧 那所有的同样的减土族里面 那离子半径最小的就是原子序最小 所以答案是MGO 它的Lattest Energy是最大的 好 我们三支一就讲到这里